袁班奎在亚洲地区的名声很不好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因为他经常咬死人 袁班奎的门派名叫袁班奎鼠 也可以叫三奎鼠 只有四名成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解一下 这个视频看完之后绝对会刷新你对袁班奎的认知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种,袁班奎 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布丹,斯里兰卡,孟加拉 通常程度为1-1.5米,最大个长到1.85米 袁班奎的头部呈三角形 但纹布比较圆润,看起来是一个顿的三角形 身上有很多袁班,有黑边框柱,看起来很醒目 边缘有白色或黄色点缀,拉高了他的整体颜值 在国内,袁班奎和太阁班奎都有煤气罐的交法 原因是他们发出的声音像煤气漏气了一样 袁班奎在幼年时主要以蜥蜴为死 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转向不入类 当然他也会捕食蛙类等猎物 早期泰国袁班奎还没有独立死 袁班奎被认为是亚洲咬死人最多路手 但现在泰国袁班奎分出去了 东南亚的人头分走了 自然也没那么有统治力了 第二种,泰国袁班奎 主要分布于缅甸,中国,泰国,柬埔寨,印度,利西亚 体型比袁班奎要小一些 通常长度为1-1.3米,最大个长到1.7米 泰国袁班奎的亚洲自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头部也是盾圆的,身上也有圆班 不过泰国袁班奎的圆班看起来要杂乱一些 没有袁班奎的看着舒服,有种低配版的感觉 泰国袁班奎在东南亚的名气很大 经常咬死人,尤其是在缅甸 70%以上的蛇伤死亡事件都是这两货造成的 国内的话咬人数量就不是很多了 这也是至今没有上市血清的一大原因 实性跟袁班奎插球不多 第三种,巴勒斯坦三魁 主要分布于叙利亚,约旦,以色列,里巴嫩 通常长度为1米左右就大概长到1.8米 巴勒斯坦三魁的稳步也是顿远的 不过它没有圆班奎那样的圆班 而是从头到尾的不规则班纹 前面的班纹通常是连着的 后面的班纹会有些许断开 巴勒斯坦三魁主要在农业地区生活 以小心不入类为食 也会吃脸,有素气倾向 第四种,摩尔三魁 主要分布于摩洛哥,西萨哈拉,阿尔及利亚,突里斯 通常长度为1到1.5米,野外最大可长到1.81米 据说有2.4米的倦阳记录 摩尔三魁跟巴勒斯坦三魁长得比较像 背部同样有不规则班纹 但不同的是,摩尔三魁的头顶是凸的 这也是它俩最大的区别 摩尔三魁主要分布于靠近水域的亚斯润地区 幼莲石,朴石,细和幼鸟 成年后吃小型哺乳类 从四种成的地理分布来看 摩尔三魁是离得最远的 而圆斑魁和太鬼斑魁比较近 理论上它点的毒液相似性是最高的 被圆斑魁太鬼斑魁咬伤的患者 会出现局部疼痛肿胀 水泡坏死,肾脏损伤 严重者会出现DAC,多脏器功能衰竭 急性肾衰竭 部分地区的圆斑魁咬人会出现严重神经毒症状 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种蛇的毒液 可以看到它们在不同地区的毒液组成各不相同 哪怕是同一种蛇也有很大差异 LD5是在0.09到0.4之间波动 不过大体上两种蛇所含的毒素种类是差强不多的 都有5英子、10英子激活物 这两种激活物可以导致严重的灵血异常 也就是前面症状里的DIC 另外两种蛇的灵脂酶都有突出前神经毒性 不过大多数地区在人生上表现并不明显 只有斯里兰卡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圆斑 会咬人神经毒比较强烈 会出现上检下垂和呼吸困难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神经毒性 要说最牛逼的症状那还得是垂体功能减退症 它属于一种后遗症比圣亏恐怖的多 可以让人返春 比如下面掉毛、淡淡萎缩、纸巾减少、不孕不育等 目前只在印度和缅甸出现过 这两个地区的人要小心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巴勒斯坦三魁 从毒性上来讲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三魁跟原斑魁相差不大 LD5是为静脉0.36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以不入类为食 那对人力效果如何呢 巴勒斯坦三魁咬人主要表现为局部疼痛肿胀 于一般出血 几乎没有坏死和神经毒性 灵血能力更是远 不如原斑魁 可以说是完全被吊打 这可能是因为巴勒斯坦三魁没有十英子五英子激活物 两大灵血毒素的缺乏 导致巴勒斯坦三魁对人类致死性非常一般 虽然他在以色列的咬人数量很多 但致死率也就那样 跟原斑魁完全没法比 摩尔三魁的名气比巴勒斯坦三魁还要低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种蛇 毒性比巴勒斯坦三魁略强一点 不过咬人可就没这么轻了 被摩尔三魁咬后症状主要为局部疼痛肿胀 出血不止 严重者会出现坏死 血小板减少症 低血压 从毒液组成上来讲 摩尔三魁也没有原斑魁的五英子十英子激活物 他的灵血毒素是非洲角魁那种内灵血酶 虽然灵血能力要弱一些 但搭配上摩尔三魁的出血毒素 依然能有不错的效果 总体来看 四种圆斑魁的毒液都做出了对环境略物的适应 面对小心不入泪都有很强的毒性 当把对象换成人类时 一些在耗质上表现很牛逼的毒素 可能就不太行了 巴勒斯坦三魁就是典型案例 致死率是门派中最低的 摩尔三魁的表现比巴勒斯坦三魁有好得多 圆斑魁和泰国猫魁都能造成复杂的临床症状 也是最难救治的 在国内 由于没有泰国猫魁的上市血清 被泰国猫魁咬后所花的平均医疗费是重症蛇咬上中最高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相信你已经刷新了对圆斑魁的认知 那就来个三连祝祝信吧 谢谢